大家好,我是子晴,我在仁恩古城西安问候您,生活中我们常常也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 德国哲学家书本华说过,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,只要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,内心便开始草木皆兵。殊不知,太在意别人的想法,只是在折磨自己。 有一种类,叫胡思乱想。 曾经看过伍志宏的一篇漫画,漫画里的女主角阿花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生。 她做工作汇报的时候,无意中看到上司皱了一下眉,就开始坠坠不安地猜测,是不是因为自己讲得太差了。 会议结束之后,阿花依旧在为这件事苦恼。 直到上司走过来,对她说了一句这周数据很不错,继续加油。 她才彻底放下心来。 当她从洗手间里出来,看到同事都在喝奶茶。 阿花觉得,他们买奶茶也不叫上自己,瞬间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。 于是又开始暗自难受,果然大家都不喜欢我。 没想到下班后,同事约了她一起去吃她最喜欢的火锅。 接到张姐的电话,阿花想起张姐让她帮忙翻译的资料,她还没有完成。 于是很紧张地和张姐道歉,可是张姐却告诉她,没事,不用了。 这下阿花的愧疚感更深了,挂了电话之后一直在想张姐是不是对她失望了。 反复思量许久,她给张姐发了一条微信解释和道歉。 张姐告诉她,没事,她最近招了个实习生,把翻译工作交给实习生了。 不得不说,现实生活中,敏感的人就是如此。 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,一个眼神,一个动作,都能让他们惶恐不安,如临大敌。 只要身边的人稍微有点反常,他们就会开始反省,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。 殊不知,过度自省,是一种内耗,只会让我们活得很累。 有人说,喜欢胡思乱想的人,每天的心情就跟过山车一样。 的确如此,可是这样的大起大落,难免会消耗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 凡是容易想太多的人,注定会活得很辛苦。 过度敏感,是一场社交灾难。 在知乎上,看过一个问题,身边有一个特别敏感的人,是什么感觉? 底下有个回答说,在对方面前说话,做事,都会变得小心翼翼,时时刻刻都得在意对方的情绪变化。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,自己哪一句话会伤到他。 其实,在人际交往中,太过敏感的人,不仅会让别人心累,也容易令自己难堪。 我曾经也是一个心思敏感的人,还差点因此失去一个朋友。 有一段时间,我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,需要向一位朋友请教。 可是,他和我微信聊天的时候,总是聊着聊着,突然就不回我了。 一次两次我还能忍受,后来次数多了,我终于按带不住自己的愤怒,直接把他给删了。 因为,我能从他的态度中,感觉到他对我很不尊重,甚至压根就不把我当一回事。 我越想越生气,甚至做好了跟他绝交的准备。 第二天,朋友发现自己被我删除了,又重新把我加了回来。 他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,自己经常这样,一边跟别人聊天,一边看剧,看着看着就忘记回复了。 因为这个坏习惯,他也被其他朋友批评过好几次了。 这时我才明白,他并没有故意针对我,一切只是我想多了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很微妙也很脆弱。 相处的过程中,难免会产生大大小小的摩擦。 有时候,我们会将一些令自己不舒服的行为,归结为对方看不起我们,故意针对我们。 可是过度敏感,是内心不自信地投射,也是一场社交灾难。 生活中,不是所有的人,都能细致入微地体谅我们的情绪。 与人交往,唯有把心放宽,才能做到相处不累。 凡事别多想,是放过自己。 在综艺节目《我家那闺女》中,吴欣邀请好朋友沈凌来家里做客。 两人边吃饭边聊天,聊着聊着,吴欣突然泪流满面。 他说,我有一件很较劲的事情,但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 原来,有一年,芒果台的跨年晚会,十个主持人都准备了节目。 因为超时,无薪的节目被导演组拿掉了。 那个时候,他一下场就崩溃痛哭,哭完了上桩继续主持。 可是这件事,变成了他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。 时隔多年,谈起这件事,他忍不住哽咽道。 有十个主持人,为什么别人的都不拿,只拿掉你的呢? 因为你就是最差的那个。 他说,这种打击是致命的。 吴欣的这番话令网友心疼,可是事情的真相却并非如此。 那场让吴欣崩溃的跨年晚会,其实也砍掉了维家和其他一些主持人的节目。 只不过,吴欣泰在意别人的看法,以至于对这个挫折耿耿于怀。 听过一段话说,世间不如意是常有之事,能对你百依百顺的人,能让你如愿以偿的是都很少。 你若非要计较,没有一个人,一件事能让你满意。 人活一世,何必跟自己过不去? 心宽一寸,路宽一丈。 人生在世,最怕的不是别人对我们的否定,而是自己跟自己较劲。 很多事情,非要往生的计较,不过是在折磨自己。 凡事别多想,也别深究。 保持云淡风轻,才是对自己的放过。 一生之中,每个人都会遭遇许多不顺心的事情。 可是大多数时候,伤害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,而是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。 过度自省的人,总是放大自己的不足,因此很容易身心疲惫。 过度敏感的人,总是放大别人的言行,因此常常活得不快乐。 喜欢想太多的人,到最后只是为难了自己。 在人世间行走,我们都需要保留一点顿感力。 唯有如此,才能化解这一路上不可避免的小挫折。 有一句话说,人生路漫漫,心宽万事休。 往后余生,愿我们做一个心宽一点的人。 遇事不较劲,幸福才会来敲门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,并且让你深有感触,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,表达您真实的感受,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。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感谢你们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